邓紫棋注红色吊带亮相,下面鼓鼓的好尴尬,网友,我要跟你生孩子。 邓紫棋评级在《我是歌手》的舞台上一炮而红,她别具特色的嗓音和过人的唱功,成为了她在歌坛的标志。 邓紫棋有助小巨费支撑,她不仅歌唱得很好,而且穿搭也很有个性。 邓紫棋亮相在某演唱会上,一袭红色脸体裤,十分有个性。 邓紫棋虽然有助皮裤女王的称号,但是现在她很少穿皮裤了,衣品也上升了不少。 邓紫棋这一袭红色吊带虽然很美艳,但是下半身鼓鼓的有些尴尬。 邓紫棋注红色吊带亮相,下面鼓鼓的好尴尬,网友,我要跟你生孩子。 看来腿有些粗的邓紫棋还是有些麻烦,这一款美丽的长裙增色不少,但是看到下半身的腿还是有些显粗,导致她看起来下半身鼓鼓的。 穿对了造型的邓紫棋不仅颜值上升了,而且美出了新高度。 邓紫棋身穿一款黑色长裙,看起来优雅迷人,开叉的裙身就出眉腿性感十足。 邓紫棋身穿一款白色继续,外搭一款黄色外套,搭配一款黑色破洞长裤,看起来十分帅气有范儿,脚踩一双黑色短靴也很酷很时尚。 2013年12月下旬,邓紫棋确认参赛中国大陆湖南卫视《我是歌手》。 第二季,歌唱节目。 该节目邀请已出道歌手参加比赛,在第一期中以自己的原唱作品亮相,于下比赛翻唱他人原唱作品。 2014年1月3日第一期节目播出后,邓以个人作品《泡沫一叶成名》,更因此获得百度美女榜及女歌手榜搜寻第一位。 在观众投票环节中,排行叫张宇,周笔唱等实力唱将未高,但以一票之差排在第四名曹阁之后。 在第二期中,邓对存在的出色演绎得到更多人认同,原唱者汪峰及歌手那音等更公开赞赏。 邓在该投票环节中获得第二名,最终以第一,二期总排名第二晋升第三期。 第三期比赛中,邓平注意首位演唱会改编的《你把我灌醉》,首次夺得第一名。 在第四期演唱中,邓平范小轩的《我要我们在一起》再次夺冠,成为《我是歌手》节目第一位歌手在同一轮两场竞典比赛中获得冠军。 而第六期中演唱唯一一首广东歌《Beyond》的《喜欢你》,虽然要求重唱,但仍成功夺冠。 第十七等评级《Fallin》再次夺冠,成为《我是歌手》节目开播以来第一位歌手成为四关王。 有部分网友批评邓演唱之前演唱会表演过的改编曲目《你把我灌醉》,我要我们在一起。 《Fallin》违反规定,但由于第一季亚军林志炫一演唱多首已发行的翻唱歌曲,证实节目组并无禁止仓赛歌手演唱已公开的翻唱作品。 在第十三期决赛前节目与新浪微博合作举办票选,邓获78万票成为网民心中的冠军之第一名。 而后的总决赛歌王之战中邓已得票一百分之三点三六支差败于韩磊,成为总亚军。 喜欢这篇文章吗?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。